最後一段時間有限 可是我們還是要問問四位 如果是你們 CAMERY四個車型會選哪一款 Bob哥我該不該考慮到稅金急劇 這一題不用問了 這一題就直上 直上2.5油電 2.5雖然他每年的稅金會比較高 但是他不管是車子的引擎的運轉 的寧靜度 甚至你接下來使用上面 每年省下來的油錢 其實大概就跟你多付的稅金 其實差不多了 好 那你選2.5 那大偉哥 絕對就是油電旗艦版 我剛剛說了 雖然我一個人開車機會比較多 後座基本上沒坐人 但是我光是看到後座有那個電條 我看了就是爽 可以 可以 有 金南 一樣直接公廷 而且現在就是買這個車 然後剛剛我講到 我覺得他的油耗表現 是很重要的 像Bob哥也講到 其實COVER回來 而且現在小孩也會開車了 買這個車叫小孩開 我坐後座 我喜歡 這個我喜歡 老爹 其實也就直上了 因為剛剛Bob哥有講 5000塊的稅金 差不多油錢就省回來 搞不好還超過 而且在買這個車 家人坐後座 你知道那個微笑無價 好 四位 大家都是直上125萬的 2.5升 油電旗艦 Bob哥 除了油錢 除了你剛剛提到油電系統之外 他的配備差異 是不是也其實更好 其實你從兩款汽油跟油電的 110.9跟125去比 他的配備 他光是多了後座的機能 過了台頭顯示器 再多了環景 其實這幾項加起來大概就是14萬 然後你的油電系統 整個運轉 整個POWER TRAN的先進的技術 這些都等於是不用錢 那怎麼有那麼好的事情 因為油電的貨物稅比較便宜 所以等於是政府幫你補貼的12.5% 這樣聽起來就感覺我應該要直上了 對啊 聽懂了 地球網際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一個支出力量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要選擇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油門 地球網際線邀您一起上線